这也这是什么 这是通电的吗 这是电网吗 这怎么不是通电的 那你这个谁让你弄的 你防的谁 这有没有安全隐患 这是监狱吗 虽然在小区居民的干预下 通电铁丝网的安装工作一度被迫中断 但工作人员从始至终 没有说出安排这一工作的上级单位的电话和名字 那谁让你盖的 你先打电话 你让他过来 这怎么不是我们家家门口 你忘了所有人 这是我们家吗 是我们小区吗 这是本能懒的 什么 共产党的 那也是我们家 你们家是共产党的 给你们家安上去 给你船上安上去 为你们好 为我们好不用 不少网友看到视频后 虽然同情小区业主的遭遇 但认为这些干活的农民工也是社会底层 业主们应该团结起来去找中共要说法 来金桥新海在东西就要 5月12号 上海浦东宇州金桥国际的一栋住宅楼内 住户们围着一名警察大白要说法 原因是该楼一家住户的所有人都被带走隔离后 仍被警方撬了房门 引发群楼住户的严重不满 过去几天来上海当局派出数千人的消杀队伍闯入民众家中粗暴消杀 许多居民被迫交出钥匙 不交钥匙的门会被砸毁或撬开 许多人的私有财产遭受严重损失 新桥上记者乔安综合报道 新桥上记者乔安维合报道